几个月前的疯狂三月,作为杜克阵容中的二当家和钱力乐透心秀,温德尔卡特是当时皮子宝赛区的绝对焦点。 那时,笔者就跟温德尔卡特有过简短的交流,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卡特看起来很稚嫩,也很安静,脸上总是挂着汉厚的笑容。 他告诉记者,自己在杜克身穿34号球衣,是因为自己一直以奥拉朱旺为偶像,同为中风的他不仅平时会从录像中模仿奥拉朱旺的脚步,也盼望着有一天能像偶像一样吃选NBA赛场。 NBA正视频直播胡人VS太阳张黄,他率对手上新系偶像,再次选择34号球衣如今,他特以7号秀的身份,顺利进入了NBA,坐在公牛的更衣室里,剪短了头发的卡特,看起来比几个月前精神浪,也自信了许多。 你之前告诉过我,在杜克选择34号球衣是因为偶像,这竟也是相同的原因。 笔者走到卡特身边,指了指他身后的公牛34号球衣,哈哈是的,一模一样的原因,另外我的父亲高中和大学时候也是34号球衣,除了这个之外,就是因为我喜欢奥拉朱旺,说起自己的球衣和自己父亲的事情。 卡特录珠楼和大学时期,一样的憨笑,在卡特的心中,奥拉朱旺和之前也打过职业篮球的父亲,都是他的偶像和榜样。 选择34号,也是为了勉励自己时刻努力,成为像偶像一样的人,不敢说以适应NBA,但自信能适应小球时代,奥拉朱旺是那个时代绝对的内线霸主,也成为一代球员争相学习的踩模。 然而在这个时代,随着三分球逐渐成为比赛中的重要武器,大个子的作用也在被重新定义,我觉得自己很适应这一代内线的打法。 作为一个大个子,我一直在努力训练投篮,以便于能够在场上位队又拉开空间,说起对于自己作为大个子球员在小球时代的作用。 卡特显得很自信。 其实我一直都有投篮的能力,只是现在我必须保持更高的命中率。 其实卡特在都克的时候,在老K教练的培养下,已经开发出了一手三杯球的能力。 只是如今到了NBA,面对更远的三分线,更大强度的防守,他的投射能力,也必须要达到新的高度。 三场常规赛,虽然没有经验的表现,卡特也算是打出了合格的数据。 特别是在与独行侠的较量中,卡特在篮板机器小乔丹的头上,摘下了九个篮板,体现了自己在防守端的价值。 耐心和付出,这是每一名球员在NBA生存的根本。 说起自己进入NBA后的感受,卡特的回答显得很中规中矩,也很谦虚。 不过,我只打了三场比赛,我不想说,我已经适应了,每一天,我都在学习。 从我的队友和对手身上学习,它能够成为芝加哥篮球的希望吗? 从杜克,到芝加哥,一路走来卡特一直处于聚荒灯的关注之下,对于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,这将让他承受许多来自场外的压力。 作为一个重建球队中的高宣伟新秀,卡特代表了公牛队的未来和芝加哥的希望,我尽量不去考虑那么多场外的事情。 我会想,这只是一场简单的篮球比赛,只是比之前的又提升了一个难度,对于处理名人效应的问题,卡特说他会把目光全部放在篮球上。 比赛中,即使是在芝加哥这样的大舞台,也要专注在比赛中,我不去想那些虚荣的,出名的事情。 篮球就是全部,经历了一个赛季的等待,芝加哥终于迎来了梦寐以球的高顺位新秀。 攻守全年,稳扎稳打是卡特的优势,无法控制好场上的办规,是他仅仅三场比赛就暴露出的问题。 漫长的赛季,被给予厚望的温德尔卡特,能够带领这只年轻的公牛重返季后赛吗? 以下是腾讯体育对话温德尔卡特实录,腾讯体育,从你们疯狂三月的事情说起,你们在匹增堡,然后在奥马哈,你觉得这段经历,还有杜克打球的经历,对你进入NBA起到了什么作用? 卡特,杜克当然对我有很多帮助,让我做好进NBA的准备,我们一整年都在与最强的对手们较量,比赛的强度和密度,对手的实力,让我们没有什么错误和退步的空间。 从中我锻炼到了很多,来到联盟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的工作了,腾讯体育,你很顺利的融入了NBA,你认为自己能够迅速成长的元,一是什么? 卡特,耐心,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和付出,对于我来说,就是每天来到这里,做好大球的准备,这是在联盟生存的最基本原则。 不过,我只打了三场比赛,我不想说,我已经适应了,每一天,我都在学习,从我的队友和对手身上学习,腾讯体育,上一次你谈到你最喜欢的球员是奥拉朱网,所以你在度课的时候选择了34号,看看你身后的这件34号球衣,还是一样的原因,让你选了34号,卡特,是的,同样的原因, 还有我的父亲,他在大学和高中的时候穿的都是34号球衣,这是一个原因,而另一个,就是我喜欢哈吉姆奥拉朱网,腾讯体育,如今大个子的打法改变了很多,从在内线厮杀到拉出去投翻分。 你认为自己如何适应这个趋势呢? 卡特,我觉得自己很适应这一带内线的打法,作为一个大个子,我一直在努力训练投篮,以便于能够在场上卫队要拉开空间,其实我一直都有投篮的能力,只是现在我必须保持更高的命中率,腾讯体育。 最后一个问题,你是一名高顺位新秀,并且来到了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,你变得越来越出名,作为一个新秀,你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名人效应的? 卡特,我尽量不去考虑那么多场外的事情,我会想,这只是一场简单的篮球比赛,只是比之前的又提升了一个难度,我先不去想那些场外的事情,也不想着出名这些虚荣的事情,我来到这里就想着打好比赛,篮球就是全部,腾讯体育之交割前方特派专员十名难闻。